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羹人 作者卖爆小狼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587集 不是北方妖族 游动的巨蟒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压得贴在地面 无法动弹 直到他的恐惧占据了心灵 杀戮的念头消散 这才找回对身体的掌控权 比他更快的是那些弱小的妖兽 他们更怂 更早打消了杀戮念头 因此更早夺回身体的主导权 夺回身体掌控权的巨蟒 正要发出逃亡信号 树童倒映出的今生诡异消失 再不捉到时 那位强大的佛门高手已经来到了近前 巨大的恐惧在蟒蛇心里炸开 甚至生不起玉石俱焚的念头 当对方拥有如神似魔的力量 而你只是一只蝼蚁的时候 连拼命都成为了奢望 这位佛门高手既是五僧 同时兼修禅法 佛门两条路子他都修行 许其安缓缓开口 本座有话问你如实回答 再可怕的压迫下巨蟒 低下头颅 战战兢兢的口吐人言 那是请问 徐其安在这个时候已经接替了神书 重新找回身体的掌控权 你们北方妖族大规模入侵大方领地要去做什么 他其实已经猜到答案 我们不是北方妖族 巨蟒低声回答 一个问号从徐其安脑海里闪过 接着就听巨蟒解释道 我们是万妖国的国民 万妖国的余孽 国主是九尾天狐的万妖国 徐其安险些脱口而出 关于万妖国的资料 在脑海里瞬间浮现 万妖国曾是主宰南疆十万大山的妖国 也是九州大陆上南北妖族中的南妖一脉 国主是九尾天狐 疑似半部武神 这条信息来自天地会五号成员李娜 他曾经说过 当初夹子荡妖中 万妖国的半部武神让佛陀亲自出手 这才杀死 而后万妖国崩解 九尾天狐的遗孤 九尾公主带着残部逃亡 展开了长达五百年的抗争 万妖国的余孽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绝对不是偶然 这是不是意味着那位妖族公主 也打算掺和到楚州这个泥潭里 三品五福近身二品 竟然牵扯出这么多大人物 似乎又何情何理 许其安目光冷烈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秘密潜入楚州 等公主找到镇北王血图三千里的地点 便群起而攻之 巨猛连忙回答战战兢兢的低下头颅 他也要夺惊血 如果再加上那位青岩部的首领 楚州这趟水就混了呀 好处是我可以浑水摸鱼 我不再说孤军作战 弊端也很明显 这些人都不是好鸟 他们无论谁得了惊血都不是好事 好想得到那位妖国公主的联系方式 问问他有没有线索 续清安啊续清安 你这是鱼虎眸皮死都不知道怎么死啊 念头闪述 许清安皱眉 你们也没有找到镇北王血图三千里的地点 巨猛摇头 许清安于心底沟通神书大师 把主动权交给他 神书淡淡说道 蛇妖不打筐雨 许清安重新问话 得到与刚才一样的答案 这万妖国在找血图三千里的地点 北方蛮族也在找血图三千里的地点 许清安错愕不已 镇北王到底杀了哪里的百姓 楚州纵横八千里自然是地域广阔 但不可能隐蔽到这种程度 大师 我要问的都问完了 你动手吧 许清安心里沟通神书和尚 让他们走吧 出乎意料 神书和尚并没有杀戮妖族 掘取精血 为什么 大战在即 您不多补补手臂 许清安愕然 神书和尚呵呵呵笑道 我想起了一些往事 在我修为还没大成的时候 万妖国雄巨南疆 强大无比 那位妖国公主 可能认识我 或者 听说过我 对啊 正是万妖国余孽 炸毁了桑坡 并将神书的断壁 寄存在我体内 妖国公主 绝对认识神书 而神书大师 既已残缺 想寻回过去 见一见当年的故人 或同时代的人 是最好的办法 大师 你不愿得罪 妖国公主的想法 我理解 但是 放任这些妖兽 不管 他们会烈尸百姓 他仍旧不想放过 这些妖兽 神书淡淡反问 百姓是生命 妖族同样是生命 有何区别 这 您是要和我讨论哲学吗 许清安雅然回答不上来 从哲学角度出发 神书的话很对 众生平等 生命自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大家都是一条命 从个人角度来讲 许清安是人 所以立场毫无保留的站在了人类一方 他也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对于其他生命 他心怀尊重 不滥杀 不虐杀 但必要的情况下 也绝不心慈手软 比如妖族残杀人类 可神书是佛门中人 他的思想与常人不太一样 许清安不认为自己的理念能影响到一位修为通天彻地的大佬 他重新取回身体的掌控权 我需要你们公主的联络方式 这 巨蟒露出为难之色 不可以 许清安眸光如刀 公主神出鬼目 只有他主动联络我们 不然 我们是无法找到公主的 这时 那只四尾白虎主动开口解释缘由 听起来就像是九州版的特务头子 许清安剑神书和尚没有开口的意思 于是冷眼环顾众腰 脸色严肃 声音威严 上天有好生之德 我不会杀你们 但是尔等需谨记 潜伏楚州期间 不得残食人族生灵 否则定叫尔等烟消云散 也不知道这样的威胁有没有用 真是的 巨蟒冰冷的树桶迸发出喜悦的光 卑躬屈膝连连点头 大师放心 我等不会在楚州逗留太久 其间只狩猎野兽 绝不残杀人类 重要一幅低眉顺眼的沉浮姿态 身边的王妃 眼波流转 凝视许清安的侧脸 有些崇拜 得到神秘大法师首肯后 妖族大军重新上路 绕开了许清安和王妃 于沉默中快速行军 宛如刚吃了败仗的乌合之重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讲故事 谢谢 欢迎订阅